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待之后又回到了熟悉的主界面 系统版本已经变成我们要的3.4.5 那么啰嗦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纠正上期视频中的错误 正确的结论是 升级时手机中可通出多个升级包 并且升级包的文件名不必是update.bn 只要文件名中包含update即可 相机中修改的闪光灯状态记忆功能 虽然闪光灯默认状态还是自动 但更聪明的flyme已经学会记忆用户 上次推出相机时 闪光灯的状态了 我们再也不用每次进入相机第一件事 是去关闭闪光灯了 所以 这道更新在我看来 13.4.5中最重要的一条了 也被官方摆在了更新日的头条 小伙伴的太和金狗眼 再也不会被射瞎了呢 大家看到我的通知中心里多了一行快捷开关 这是通过第三方的应用时间的 在之前的视频中专门说过 这次更新 通知中心里新增了一个 误触开关 在系统快捷开关上 左滑就能看到它了 如果你认为这开关比较重要 那么可以长按后不放 来移动它的位置 如果你认为这个开关没啥用 简直不想看到它 那还是憋着吧 别问为啥 如果你觉得开关不够 想加几个进去 那只能跟我一样 加在第二行 别问为啥 误触开关默认是关闭的 当我们进入一个全篇显示的应用时 顶部通知中心和底部多任务栏的 误触手势就会被停用 一定有人在玩游戏的时候 被多任务栏打扰过吧 甚至直接导致game over想要砸手机 这种功败吹成的糟糕体验 在本次更新中被彻底粉碎 那么打开误触开关 在全屏状态下 就会保持通知中心和多任务栏的手势 我个人认为 误触开关的开关逻辑 颠倒一下似乎更合理 或者把开关的名字改为全屏手势开关 在播放视频时 我们可以通过手势来实现一些设置操作 4.2 4.5 新增长按屏幕锁定 来防止无操作 再次长按可以取消锁定 我在3.2 4.1 中 遇到的最严重的bug是按键灯被莫名其妙的关闭 这个问题在3.2 4.5 中 已经彻底解决 这期视频关于部件更新内容已经结束了 虽然3.2 4.5 是一个小更新部件 但却处处体现了人文关怀 让我看到了一个更聪明的Flyme 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个永久打开 完整版Google Play商店的方法 在操作之前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FQ软件 这是国内版Google Play商店 犹豫一些原因 商店中有些内容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要打开完整版Google Play商店 首先寄过Google Wallet 进入Google Wallet的官网 登录自己的谷歌账号 接下来填写个人资料 游软编码需要填写美国的邮编 比如90001 复管方式选择之后 然后点击接受并创键 这样我们就激过了Google Wallet 第二步打开FQ软件 点击More键 选择打开Google市场 点击清理之后打开 我们发现这还是刚才看到的国内版商店 如果你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进入设置 辅助功能 应用 选择全部标签 找到Google Play商店 点击进入 点击清除数据 再次回到FQ软件执行同样的操作 这时我们已经成功打开完整版Google Play商店 但这只是暂时的 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操作 第三步 安装Google Wallet应用 在Google Play商店中搜索Google Wallet 如果你搜索不到 请从第二步重新开始操作 安装完整后不需要打开 第四步 我们返回到商店主界面 进入图书频道 随便找一个免费的图书 点击添加到我的内容库 在弹出的付费窗口里选择兑换 然后在输入框里随便输入二十个数字 点击兑换 然后会出现代码无效的字样 显然这是正常的 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操作 可以永久进入完整版Google Play商店了 各位香港 感谢你的观看 那么再见